去年8月15号 我记得特别清楚 凌晨的时候 我给我叔叔发了条微信 我说最近奶奶身体怎么样 他说奶奶在今天凌晨 几个小时之前已经去世了 我当时真的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这事 怎么就那么巧呢 怎么就我发微信问你的时候 怎么他就 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去世 也许真的就是老天爷 安排好了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信那个命 我是打小 是在爷爷奶奶下长大的 所有的那些记忆 都在五道口 周围的一切都留在了那边 就觉得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我心里万分的悲伤 非常难受 因为我记得我在多伦多上学的时候 然后我的一个同学 正好那天要上课 老师都说了 该进来上课了 但是他还在门口 他不进来 他也是一北京人 然后他就一直站在这不动 后来我出去 我问他 我说怎么了 哥们 他说我奶奶走了 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现在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 不如中年了 但是 这些事真正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其实我很淡定 因为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 跟国内的亲人 只能是聚少力多 中国有一句话叫 子不养而亲不带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孝道 是时间等不了人的 你要抓紧时间 你要疼爱 孝顺你周围的亲人 你的父母 可是作为所有我们这些移了名的人 支撑在海外 打拼 闯荡的人 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是变成一种奢望 变成一种奢侈品了 你没有办法 陪他家人身边 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除了有的时候跟太太叨了几句 还要在没人的时候 眼睛湿润一次 其他的时候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知道究竟最后他在弥留之际 他说过什么 他有没有叫我的名字 我印象里特别深 那个时候爸爸还在的时候 每一年春节 奶奶家都非常的热闹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 尤其八十年代的时候 北京过春节特别有年味 跟家里人 跟我的叔叔一块去武道口去买鞭炮 然后 在那个小区里就开始放 然后加加 加加加加加加加都争着去拜年 邻里之间也非常非常的近乎 奶奶是那种 有的时候体贴 有的时候关心你让你觉得有的时候会接受不了的 比如说他做了几个菜 然后他就一定要让你多吃多吃 他生怕你吃不了 他生怕你吃不饱 生怕你没吃好 在外人看来可能这是他对你这种疼爱 但是对于我们家里人来说 他有的时候会让你有一些反感 甚至是有一些反感 但是现在想起来我没有好好的珍惜 每一次去奶奶家 那个时候爸爸带着我去奶奶家 我们的习惯是每个星期的周末去奶奶家 从西指门骑自行车回到武道口 是我上小学以后 然后初中 职高 然后参加工作 这个规矩一直都没改过 每一次去 最后跟奶奶和爷爷 那会爷爷还在的时候 跟他们说完了 或者说聊完天 或者是在奶奶家吃过一顿饭 至少是吃一顿饭 或者是改成双修的时候 住一天 在奶奶家那边住一天 要走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依依不舍 好像是一个永别的那种感觉 从奶奶家住的小平房 走了好远 送我们好远好远 目送我们离开 直到看不见我们没知 以后永远再看不见这个场景了 那个身躯是那么的弱小 我记得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 他还不需要主拐杖的时候 然后他还是一步一蹒跚的 走到那个小区的门口 目送我们离开 尤其是这几年 我移民之后 这期间我回国 这几次的时候 经常回去 每一次回去 其实心里都非常不是滋味 我知道陪他时间越来越少 是以天计算 可能会有人说了 你早干嘛 你为什么不趁老人在的时候 你多孝顺他一下 我也同样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问了很多遍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不移民 我没有说我肠子毁清了 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选择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移民的 因为你会失去太多太多的东西 不光是失去陪伴家人的机会 你相当于把家人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落在了国内 让他们自己面对一切 有的时候我很自责 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甚至于我觉得 我自己特别的自私 我觉得我自己 特别的没有珍惜这些东西 所以希望 当你看到我这个段子的时候 希望手机前面的你 如果有类似的遭遇 多陪陪家里 多陪陪父母 多陪陪爷爷奶奶 或者是姥姥姥爷 如果一旦他们离开了 你做再多的东西 无济于事 请珍惜眼下 请珍惜当下的亲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